柯文哲他在推特上面用英文发了这个 听上去像是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受认可的这种话 那这种话呢就是被国际社会认为 尤其是友善台湾的人会认为是对习近平 对中国的一种挑衅 就换句话怎么讲呢 就是柯文哲他在英文推特上 在英文推特圈里面发了一些听上去很硬气的话 就是很捍卫主权独立的话 那而他针对同样一个事情 在台湾国内说的完全不一样 就是他中文柯文哲和英文柯文哲完全是两个不通的人设 英文柯文哲的人设是对习近平很强硬 那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受人尊重 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上那被认同被认可 那这是英文柯文哲的人设 中文柯文哲的人设呢 是说不要挑衅中国 对吧 两岸一家亲 那不要过多的谈论主权或者政治的议题 我们就是要好好生活 这是中文柯文哲的人设 对他是针对赖清德的这个发言 那赖清德说当台湾的总统进白宫的时候 那这个政治的就是我们的政治的目标就实现了 那柯文哲他在这个台湾针对这个话 他说的是说我们是要当台湾的总统 不是要去选美国的州长 更不是要去应征白宫的外佣 更不是要去应征白宫的外佣 美国是重要盟邦 但是不要弄得好像很失去国格 那也就是说他大概他的这个意思是在 就是说他是一种反对的意思 他反对这个赖清德所说的说 这个台湾就是要就是台湾的总统进入白宫 他看上去至少是反对的意思吧 因为他嘲笑赖清德说 说不是要去应征白宫的外佣 对我还我给你们看看这个影片 这是柯文哲他在台湾国内他的说法 然后他在英文上面他说的是说 那不够 That's not enough 那不够 就他在英文推特上面是加码 他加码是说 我们的目标是台湾被整个世界所认可 不是只是被一个国家所认可 也就是说他在英文推特上加码说 只被美国认可是不够的 我们要让台湾被全世界所认可 那这句话就像我说的 他通常会被认为是对中国的一种挑衅吗 因为你台湾要作为一个国家 被全世界所认可 所以呢就是很多英文的推特的这些友善台湾的人 无论是印度的学者呀 还有很多就是世界各国的记者呀 学者呀都很注意柯文哲的这个发文 认为说那柯文哲的立场比赖清德 更坚定的捍卫台湾的国家安全 那这对于友台的人来讲是一个 就是还蛮好的一个事情 那当然有人甚至认为说 柯文哲这个话是要比赖清德 更支持台湾独立的意思 但是不管说你是不是把这句话 解读为支持台湾独立 至少你很简单 就是这是一个习近平不喜欢的话 那对于友善台湾的人而言 当然就是加分 当然就是加分 所以大家很热烈的 在英文推特圈里面讨论 那当然就说我看了之后非常非常气 因为我知道他在撒谎 所以说我就给他回了一下 我说这不是你告诉台湾人民的话 你撒谎 就是你在向英文世界撒谎 那然后我附上就是他的这段 就是他真实说的这段话 然后那的确有些朋友上当之后 那后来慢慢发现说 原来他两边说的不一样 那你像就说 就是有一位就是在台湾的外国人 他应该是美国人吧 他也是在推特上面经营一个非常 友善台湾的一个账号 那然后他就说到说 就是柯文哲他那个外拥的那个 就是讽刺说赖清德是外拥的那个说法 其实是看不起外籍移工嘛 你把赖清德比喻成外拥 就相当于你认为赖清德是高的 外拥是低的嘛 就是你本身这个话本身就是歧视外拥的一个话 就是你首先你必须 就是首先你为什么要把赖清德比成外拥 这很奇怪 赖清德说的是台湾的在国际上的地位 那你这个外拥 为什么会进入这个这个里面 就是他是认为说把赖清德比喻成外拥 是对赖清德的羞辱 对吧就是知道 那就好像譬如说我们说 这个男孩子怎么这么像女人 这个男人太像 这个男人怎么这么像女人 那么这句话他歧视的是男人还是女人 他歧视的是女人嘛 对不对 他说这个男人真不像个男人 他真像个女人 真娘娘腔 这个真像个女人 那这句话歧视的不是男人 这句话歧视的是女人 所以说柯文哲把赖清德比作外拥 其实歧视的是外拥嘛 所以说呢 这个外国人在台湾这个账号 就说到说柯文哲是 是看不起这个外籍的移工 我发了一个推文 就说到说柯文哲 就是在推特上面欺骗外国人 那对英文受众 演出一副对习近平强硬的样子 因为现在在推特上面 对习近平强硬是政治正确嘛 那我看到台湾有媒体报道说 那一则推文下面 很多人都是批评柯文哲的 那你不能那么看 那则推文下面会有大量的网军 会有中共的五毛 中共的网军乱七八糟的人 他制造不同的方向 但是事实上在台湾以外的世界 对中国强硬是政治正确 对中国软弱是政治不正确 在台湾以外的国家是这样的 在台湾可能不是 但是在台湾以外的国家 尤其是自由民主的发达国家 你不要跟我讲说 马拉维的政治正确是什么 你也不要跟我讲说 这个宏都拉斯的政治正确是什么 你也不要跟我讲说 所罗门群岛的政治正确是什么 我跟你说的是 美国 加拿大 英国 这些国家的政治正确 日本 这些国家的政治正确 这些国家的政治正确是 就是说你对习近平强硬 你就是对的 是很棒棒的 你对习近平软弱是不好的 就是柯文哲他在 他真正的就是对这个世界有影响力的政策制定者 学者 专家 记者 他是讨好那些人 然后呢 柯文哲在台湾国内 那在台湾国内 可能脚踩两条船是政治正确 不重视国家安全 不重视政治 意涵是政治正确 他就说这些话给台湾人听 那这个 就这个非常非常糟糕啊 对不对 就是你 你就是 就大家说它是包牌 对不对 就等于说你 你所有的东西 你就靠撒谎 两面派 你把所有东西都占了 那对 然后我看到有人说 台湾需要大翻译运动 台湾需要大翻译运动 真的很气耶 我觉得柯文哲他真的就是 他骗完台湾人 然后再去骗英语世界的台湾的专家 友善台湾的人 这个让人很气 就是他到 他在英文圈演台湾独立 在中文圈演两岸一家亲 你说能有比这更恶心的事情吗 就是你两岸一家亲 就像我说的 在英文世界政治不正确 所以你就开始演台湾独立 然后你在台湾国内 两岸一家亲政治正确 你就开始演两岸一家亲 你缺不缺德 真的很恶心 但是我就觉得以 这个我觉得就是 大家都还蛮认真的 去跟外国人讲说 柯文哲在骗你们 我觉得他应该骗不了太久吧 我觉得柯文哲应该 没有办法骗太久 还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消息 就是说 本来就是马英九 他马英九基金会申请的 那个 这个37个人 到台湾访问的这个事情 那台湾政府已经通过了 那结果通过了之后 马英九基金会 那是得寸进尺 还要再追加 邀请北大港澳台办主任三个人 追加这三个人到台湾 就等于说台湾政府退让了 马英九还得寸进尺 那然后呢 但是呢 就是有一名官员 像自由时报的 这个媒体吧 记者吧 表示说 不会受离补件 就是当时审核通过的 这37个人 就这37个人 不会再受离补件 还有一个事情 是我新看到的 就是 不只是马英九的 这个基金会申请的 这些明显是统战的学生嘛 那说 有上海山达学院 他以这个学校交流的名义 有50名学生到台湾来 那有这位推友就发现说 他们参访故宫的时候呢 故宫没有升国旗 对 对 就是说 这个这些学生 不是马英九基金会邀请的 他是这个 世新大学的 为期10天的 2023跨领域沟通人才培训营 是由上海山达学院 与世新大学共同举办 那带领这群中国学生 参访世新大学 中国文化大学 中华大学等高校 以及以晶片制造 通讯等产业发展为主的 新竹科技园区 参观台北故宫 101 日月潭 大西老街 那 然后 当然那如果是学生对学生 正常的交流 那 他跟马英九基金会 带过来统战学生 还是他的危险系数是不一样的 但是就算他不那么的危险 但是就像这位推友说的 那国旗去哪里了 就国旗为什么不见了 为什么这50个学生 参访故宫的时候 中华民国的国旗就不见了 那正常是有国旗的嘛 正常是有国旗的嘛 然后这位推友就说到说 2014年的时候 中国海协会前会长 陈云林以非官方身份访台 参访故宫的时候 那故宫说是 因为下雨 没有升国旗 就是故宫声称说是 因为下雨 所以没有升国旗 那但是当天 这个很明显 当天这没有下雨嘛 当天天气很晴朗嘛 但是也没有升国旗 对 故宫是蛮蓝的 就是我在台湾旅游的时候 我去过故宫 我在故宫 给我感觉就是 故宫还非常老派 还蛮不敢触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些事情的 譬如说他们有一个展 我本来期待蛮高的 就是讲这个满清的皇帝 的一个展 就是讲满清 它本质上的一种多元民族的 共治的那样一种状态 就是说在满清时期的 这个其他的这些民族 蒙古族呀 这个维吾尔人呀 藏人呀 他们跟这个大清皇帝之间的地位 比较平等 比较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个 就是汉族 这个是高 是更高的一个种族 其他民族是比较低的一个种族的 一个状况 那但是呢 当时我记得我看完那个展之后 我觉得那个展做得很浅 那个展做得不深 很浅 那然后 它为什么那么浅 它可能就是害怕 害怕中国共产党不高兴 知道吧 因为就是 如果他把满清的那一种 民族平等的一种状态 说得太明白 那当然 就中国人看展的时候 很自然就会想说 哦那我们现在 我们的民族关系 为什么是这样一个 不平等的状况 对吧 就是这个是很容易的 就是产生的联想 所以复工就不敢做 那个时候给我留下的印象 就是说他 他的展做得不够深入 他为什么不够深入 那我现在想 他可能是怕得罪中国共产党 不管怎么说 就是说马英九 这37个学生 他肯定37个人 他是要进台湾了 但至少马英九 他得寸进尺 想要让更多的人 进台湾 这个事情 目前来看的话 是不太可能给他过的 嗯 但是马英九真嚣张啊 真嚣张是不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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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